哈喽,大家好,我是哲哥 今天我们吃什么 今天吃牛腩炖土豆 还有蒜蓉西兰花 不过在做饭之前呢 我这个T恤是白色的 我做饭向来比较邋遢 为了保险期间我还是换一下 走! 换完了,我们开始 这个牛肉一定要先泡一泡 然后浪水下锅 现在等待水开一会儿 我们好撇浮沫 还是老样子 利用那边等着水开的时候呢 我们把土豆削了 把胡萝卜削了 我们家不要碍事土豆 所以削两个 胡萝卜削一个 现在我们把胡萝卜和土豆切了 下面是土豆了 锅已经开了 现在我们把浮沫撇一撇 浮沫撇完 我们放入大料 姜片 还有葱 然后是酱油 老抽 老抽 上一点色 最后上一点冰糖 现在就是等待开锅了 现在我们要盖盖了 把我的小神器弄上 这是防止废锅的 现在呢 牛肉已经炖上了 我们利用这个时间 把刚才切的土豆还有胡萝卜 一锅煸一下 它一会儿更加充分的 能够吸收汤汁 放油 好 油差不多了 下土豆还有胡萝卜 土豆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最后把洋葱放在一起 稍微煸一下 就可以出锅了 好了 土豆也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收拾一下西兰花吧 咻咻咻咻咻 嘿嘿嘿 反正也是咸是咸的 我们把西兰花已经焯出来 水已经开了 把西兰花焯一下 西兰花焯出 由于牛肉需要炖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现在是消息时间 好了 现在牛肉也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要灰土豆了 然后我们把刚才的土豆 胡萝卜还有洋葱放到这里 再有个五分钟十分钟就可以了 盖盖 焖一下 这个牛肉焯土豆已经差不多了 开始炒蒜蓉西兰花 牛肉我们放入小蒜末 三末煸炉香味 我们就可以放一点蚝油 放一点料酒稀释一下 倒入西兰花了 稍微翻炒一下 出锅 现在我们就要上菜了 上菜 好了 大家饭已经做熟了 现在让我尝一尝 西兰花 蒜香带着酱香 尝尝今天送头去 凝肉 哇 太辣了 哇 太香了 土豆 哇 洋葱味甜的 喊喊胡萝卜 哇 软弄 烂火 太烂了 看见吗 今天又是喊完没吃 炖的时间长就是好 烂火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段时间 不要忘记点灯关注 还有什么评论啊 拜拜 今天绝对不做卫生 Hasan 肉桃吃 拥 O O